与台湾纬度相当的云南省风光起立四季一人 从拥有许多冰川的御龙雪山 到水陆较织的古城丽乡 丰富的民族与山水风情 让无数旅人深深迷恋不愿离去 2010年这个省份被大汉拖击 灾情惨重 本集彩绘人文地图将从纳西族的水文明开始谈起 带您深入云南干旱现场 2009年夏天开始 百年不遇的大汉煸烧中国西南五省市 从广西重庆到四川贵州全都遭到重创 而地理位置最西边的云南省也陷入了缺水的苦境 春日四月间 流水缠缠 垂柳摇曳 但这里不是江南 而是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坐落在云南省丽江坝子中部 海拔2400公尺的高原上 除了江南水乡的神韵 五彩石板路 手工木造坊 以及少数民族人文风貌 也成为它独到的景致 而垂江 更被称为中国人最向往的十个小城市之一 从宋诺元初建成开始 垂江的历史已经超过八百多个年头 说起这个城的设计 有其神妙之处 除了没有墙园和城门 街道规划也不走工整方正 弯弯曲曲的巷弄 常常绕行在小桥流水间 这宛若迷宫的结构 究竟到底何在呢 它的整个建制呢 就是以水为核心 来建造那个大岩宫镇 大岩宫镇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如它大岩是一个燕娃一样的燕地 它是一个积水的地方 这种一种说法 还有它是江王府地 这种也有说法 都和水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它那个整个城市围绕着一条水进来 然后分成几叉 水是丽江人的生命 所有思考的关键都来自分布绵密的水渠 立江在建成之初 主政者就决定要依着水的流动规划 布局上以水为脉顺其自然 八百年后 古城可以持续繁荣昌盛 或许正是因为玉龙雪山活水源头的避印了 玉龙雪山上的雪水融化后 流入古城西北的黑龙潭 潭水一路由北向南蜿蜒而下 入古城后 再分成无数细小的支流 入墙绕户穿街走下 于是乎家家流水 互互垂扬的景象 因此而生 临河旧水 观的是古城水情 走街入院 望的是古城建筑 曲折的街巷 游客走来新见 但对市区古城的纳西族 东巴文化研究学者李格静来说 这环境是再熟悉不过了 古城建筑 一切司法自然 历史超过百年的瑜伽花园 至今仍保存着最完整的古典 纳西建筑群 纳西的这个房屋呢 一般就是采用那个四合五天井啊 或者三房一造壁这样的形式 那么它一般呢就会把正房 就放在那个东南 那个南北朝向的这个 这一方里 那么这一方呢 它就是靠北朝南 这是正房 然后呢一般呢就是说 因为靠北朝南呢它那个阳光照射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呢就是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太阳 所以呢一般就是在这个方向 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也会一地之人 就是你呢是比如说靠山的 比如说这边呢就是因为是靠着四子山的 所以靠山的这一方呢 它就变成了正房 纳西民居 属不用铁钉的木造结构 通常以院落为中心 向内是庭院组合 外廊则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空间 不管是冬天烤太阳 或是夏天乘凉吃饭 外廊都是个方便舒适的地方 户户养花 家家流水 那些人尤其喜欢在庭院内栽花种草 整个古城无不体现着自然和谐的天地观 倩泉的水系自然配置着道路民居 再加上幽远的历史 让东巴文化像是快闪耀的民族瑰宝一般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而东巴文化之所以历久迷新 就在于图像式的文字记录 东巴文也因此被称为 古代纳西社会的百科全书 东巴文是一种像型文字 像型图画文字 那么这种文字呢 就是说我们直到现在 就是整个人类的社会上 也出现过很多那个像型文字 比如说那个像甲骨文等等 还有其他的七型文字呀等等 还有玛雅人的那些文字 像型文字 但是这些都已经死亡了 就是只能是考古的方式 去认识那些文字 而这个东巴文字呢 直到现在还存活在 这个纳西人当中 就是说还在使用 还可以用 所以还有很多人可以使用这个文字 甲骨碗它是当时的殷山时候呢 就以战谱是分采兴盛的 所以加工会所进战的 都是一些战谱的这个画词 而那些族的这个文字 也是被东巴那些族的祭司所使用 所以这个宗教文化 也系在一块 所以呢就 这种文化还传承上来了 所以这些文字 也就传承到现在 所以呢一种 作为我研究的经过来 许多文字的产生发展 都与宗教 对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块 那些先民呢 就认为天是圆的 所以呢它就 很形成的 似乎是一个罩子 罩子的大地 天是圆的 地是翻的 这个汉字里边也有这个 那些的先民也有这个概念 太原呢 大家都看到 这个冰球上都是圆的 所以呢它有圆的呢 这就限制了它在发光 文明来自活水 八百多年了 立江古城因为得到 高山雪水的滋润 而得以发展出 璀璨文明 但近年来 汉象平传 玉龙雪山 冰川的消融 却也让古城的水资源 面临了威胁 有城无强的立江古城 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 一大器官 原因是世袭统治的 纳西族牧师吐司 为了避免 木性外围加上荒 会竹墙成困 所以不兴竹成墙 著名的明代地理学家 徐霞克 曾描述立江古城市 居如偏驱 荣坡带古 民法